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周五,我有事提前回家, 结果大门刚打开, 就听到有一样的声音从爸妈的卧室里传出, 噼里啪啦,凌乱不齐的脚步声, 还伴随着起伏不定的喘气声, 听声音不止一个人, 爸妈都不在家, 屋里的人是谁, 看看身后才八岁的弟弟, 我不敢贸然开门, 我用手捂着弟弟的嘴, 对着他使个眼色, 拉着他悄悄退出门外, 一退出门外, 我立马掏出手机, 给我爸打电话, 手机铃声竟然从屋子里传了出来, 我愣住了, 难道房间里面是我爸, 但奇怪的是电话响了很久, 却没人接, 我站在门口, 试探性地对着卧室喊了一声, 爸,是你在屋里吗? 话音一落, 房间里立马安静下来, 杂乱的脚步声, 也随之全部消失了, 过了一会, 我爸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的衬衣扣子错了位, 衣服皱巴巴贴在身上, 衣白也一上一下掉着, 看起来很滑稽的样子, 今天并不是很热, 可他竟然满头满脸的汗, 甚至连头发都汗津津地贴在前额上, 面孔红炸, 整个人显得非常慌乱和狼狈, 这和他平时一板一眼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 我大为诧异, 忍不住问他这是怎么了, 我爸神色局促地说, 那个, 哦, 天气太热了, 刚说完, 我竟然看到一个女人, 从我爸妈的卧室里走了出来, 虽然对方全程低着头, 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 是那个叫于晴的女人, 其实第一次见到, 于晴我就起了警戒心, 因为她实在太漂亮了, 高挑纤细, 长发蓬松微卷, 皮肤极好, 白到发光, 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上门找我爸, 我很难不起防备心, 毕竟16岁的我已经开始隐隐明白男女之间的一些暧昧和龌龊, 我语气生硬地告诉她, 我爸不在家, 也许是察觉到了我的敌意, 当时的她对着我露出讨好的微笑, 主动解释自己弟弟是我爸的学生, 弟弟犯了错, 想求我爸帮忙, 我这才发现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孩, 男孩穿着我爸学校的校服, 低着头, 看不清脸, 我爸是一所直校的校长, 有不少人经常来我家找他, 但我拒绝了于晴进门的请求, 因为我爸再三在家里强调过, 不允许任何送礼的人进门, 那个于晴手里提着大包小包, 尴尬地站在门口, 我没有犹豫, 直接关了门, 但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十分钟后, 于晴和于阳姐弟俩竟然跟着我爸一起进了门, 差一只鱼, 屋内的我开始竖起耳朵, 听他们的对话, 于晴声音带着哭腔, 苦苦哀求, 阳校长, 于阳他还年纪还小, 要是被开除, 他这辈子就完了, 求您帮帮忙, 不要开除他好吗? 我偷偷开一条门缝去看, 外面的于晴哭得梨花带雨, 于阳滴着脑袋一声不吭, 我爸坐在对面, 面色凝重, 一言不发, 我心中为漂亮姐姐叹息, 这眼泪怕是白掉了, 我爸这个人, 铁板一块, 从不为任何人开后门, 果然, 我爸沉默了许久才说了一句, 你们先回去, 等学校在研究下, 说完就起身送客, 鱼情带来的东西, 我爸一样, 也没有收, 语气中的敷衍, 连十几岁的我都听了出来, 我以为这件事不过是个小插曲, 从没想过, 这事是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开始, 此刻从我爸妈卧室里跑出来的鱼情, 比我爸还要狼狈, 他穿条白色裙子, 领口好像坏了, 右边领子裂开一个硕大的口子, 软塌塌搭了在白皙的肩膀上, 导致他整个肩头都裸露着, 那件少了支撑点的裙子, 整个变得松松垮垮, 感觉随时要从他身上掉下来, 他一手用力按着胸口的位置, 一手不停整理着凌乱的头发, 脚上的高跟鞋走起来咯噔咯噔响, 我心中立马确认, 刚才我爸妈卧室里传出来的哒哒音, 就是这双鞋发出来的, 我疑惑的眼神扫过我爸和鱼情之间, 鱼情并没有和我打招呼的意思, 他甚至都没抬头看我们一眼, 直冲门口, 接着就跑了出去, 眼见鱼情冲出门跑远了, 我爸神色也慢慢恢复正常, 他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 学生的姐姐来求我办点事, 我把弟弟送回他房间, 关上门, 然后回到客厅盯着我爸问, 办什么事要在卧室里, 我爸愣了一下, 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样问他, 他在家里从来都是完全权威的存在, 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进行质疑, 包括我妈, 而我更是从小到大的乖乖女, 从没有用这种语气 和他说过话, 他脸色韵怒, 你这是什么语气, 谁教你用这种口气和长辈说话的, 告诉你, 他想上厕所, 客厅卫生间的马桶坏了, 我让他用卧室里的马桶, 就这么简单的事, 我没吱声, 今天这件事, 整个都透露着一股怪异的感觉, 但最终, 我还是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这个问题其实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或者说我其实内心深处也并不想去寻求答案, 我心中期盼这件事能够云淡风轻的过去, 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事, 尤其我妈, 然而, 事情并不如我所希望的那样, 两天后, 全家吃完晚饭, 我妈去了厨房刷碗, 我爸让弟弟回房写作业, 然后对我轻声说, 跟我来趟书房, 家里的书房是一向是禁地, 那是我爸办公, 沉思的地方, 平时不许除他以外的任何人进去, 这次他竟然主动让我进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 有了不好的感觉, 我没有多问, 静止跟着他, 一前一后进了书房, 我爸坐在椅子上, 先是长叹一口气, 接着开口问, 上周五来咱们家的那个女人, 就是我学生的姐姐, 你还记得吗? 我点头, 嗯, 你看到, 我对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什么意思? 什么叫不好的事情? 你对他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来问我? 我听不懂这句问话的意思, 索性就沉默不语, 我爸看样子, 也没打算要我的回答, 他自顾自说着, 他来求我办事, 聊着聊着, 提出想上个厕所, 你知道的, 家里客厅的厕所不好用, 我就让他进卧室去了, 我没有对他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吗? 娜娜, 你看到我们俩出来的时候, 两个人都规规矩矩的, 对吧, 他当时也并没有说什么, 对吧, 我爸越说越激动, 我打断了他, 爸, 你和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爸激动的声音戛然而止, 像被人捏住了喉咙, 半天他才支支吾吾接着说, 于晴说我那天对他动手动脚, 说我扯烂了他的裙子, 还误赖我想强暴他, 怎么可能吗? 简直是好笑, 我根本没有强暴他, 这是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情吗? 强暴这两个字, 强烈刺激到了我, 那天卧室里古怪的声音, 我爸和于晴诡异的举动, 无不昭示着当时他的举动有多么不堪, 一种强烈的羞耻感直冲我脑门, 我咬着牙低吼了一声, 爸,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爸停了碎碎念, 眼睛不自觉往书房门口看去, 我知道他是怕我妈听到动静过来, 但我比他更怕, 我妈生完弟弟得了产后抑郁, 吃了很长时间的药材好, 我不想让他受到刺激, 我爸低声说, 那个女人说要去告我, 还要来找你做证人, 南南, 咱们家没有摄像头, 爸爸也没有真的动他, 他没有证据的, 如果那个女人来找你, 我是说如果他来的话, 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蛊惑, 你一定要说那天什么也没看到, 不然爸爸这辈子就毁了, 爸爸毁了, 咱家也就毁了, 我爸的语气透着悲怯和可怜, 他甚至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 南南, 你可千万帮帮我呀, 我简直羞愤地想去死, 我无法接受这件肮脏的事, 竟然发生在我的亲爸身上, 我浑身止不住颤抖, 觉得此时的自己比我爸还可怜, 我怎么这么倒霉, 碰到这样虚伪恶劣的爸爸, 我甚至不用去问他, 到底有没有对于情做不好的事, 就我爸今天说的这些话, 还有这些表现, 已经清清楚楚向我说明了他当时的行为, 他竟然还有脸找我来帮他遮掩, 这和拉我当帮凶有什么区别, 我咬着牙不肯硬承, 我爸急了, 他反复诉说着自己并没有真正做什么, 我忍无可忍, 出言讥讽, 那就是强奸未遂, 我爸脸色猛然涨红, 他指着我鼻子, 声音带着颤抖, 你小小年纪, 怎么说话如此难听, 我冷笑, 你自己做事难看, 还怪我说话难听, 这时, 门外忽然传来 我妈的声音, 老杨, 你叫南南进去干嘛, 他作业还没有写完呢, 听到我妈的声音, 我爸明显眼神一亮, 他先是扬声回了我妈一句, 和南南聊聊学习, 马上就好, 接着转头对我低声说, 南南, 你妈的情况, 你最清楚的, 就算是为了你妈, 你也不能犯糊涂啊, 你妈要是知道了这事, 肯定要犯病的, 再犯病, 她的身体可就要垮了, 语气中的威胁和得意, 让我的心一下就被愤懑和痛苦填满, 但最终还是胡乱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 就走了出去, 这次谈话以后, 我心中一直特别忐忑, 我不知道于晴如果找我, 我该如何面对她, 又该怎么说, 不管如何担心, 该来的总归还是来了, 于晴来找我的时候, 我差点没认出她来, 炎热的夏天, 她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裤, 和一件包裹岩石的黑色上衣, 脸上戴着大大的口罩, 几乎遮住了半张脸, 本来就纤细的她, 肉眼可见的整个瘦了一大圈, 她站在我学校门口, 一双大眼睛哀怨地看着我, 妹妹, 你帮帮我吧, 你照实说, 那天在你家看到的情况就可以, 好吗? 我咬着下唇不说话, 于晴见我不说话, 开始掉眼泪, 妹妹, 我知道这要求让你为难了, 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 我没有证据, 可是, 你爸, 你爸她, 呜呜呜呜呜呜, 于晴竟然当街哭了起来, 我慌了, 雨无伦次对她说, 我, 我帮不了你, 我, 我什么都没看到, 于晴眼里包着泪, 拼命摇头, 你明明看到了呀, 妹妹, 你也是女孩, 你能理解我的对吗? 我, 自从那件事以后, 我晚上睡不着, 白天吃不下, 我一闭上眼睛, 那天的事情就浮现在眼前, 妹妹, 不让恶人受到惩罚, 我实在不甘心啊, 她语气挨挽, 未得到我的回应, 还试图用手来拉我, 我心里乱得一塌糊涂, 一把推开她的手, 桃也似乎地跑开了, 等到我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心跳如雷, 我知道, 于晴很无辜, 也很可怜, 可我也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女孩, 我能怎么办呢? 我不能让我的家散了, 我妈身体不好, 我弟弟才八岁, 如果我爸有什么事, 我家真的就毁了, 这几天, 我甚至比我爸过得还要惶恐, 我不敢想象, 如果这件事被曝光, 我们家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 第二天, 我爸鼻青脸肿地回了家, 我妈手忙脚乱地帮她找药, 热敷, 问她发生了什么, 我爸一边叹气, 一边用意味深长的眼光看着我说, 一个学生犯了错, 学校决定开除她, 她心中不愤, 跑来校长时闹事, 你也知道, 直校的孩子, 大多都没什么素质的, 哎, 我也没办法, 我一听, 心中顿时明白, 是渝阳动手打了我爸, 那晚, 我爸再次把我叫去了他的书房, 关上门后, 他本来强装淡定的脸上, 一下变得慌乱无措, 他压低嗓门对我说, 男男, 咱们家要完了, 我脑子一下不会动了, 只反复想着, 要完蛋了吗? 我家要完蛋了吗? 我慌忙地看着我爸。 完全不知所措, 我爸语气一下, 变得粪粪, 那个蠢女人, 简直没有脑子, 竟然把这么丢脸的事情, 告诉他弟弟, 那个渝阳, 冲动又愚蠢, 竟然跑到校长室来和我闹, 幸亏我及时关了门, 不然我今天就要变成学校的笑话了, 说完他叹口气, 现在他们俩不依不饶, 说什么要去法院, 告我, 这种事, 传出去很难听的, 哪怕最后我官司赢了, 我的名誉恐怕也要毁了, 到时候, 我的前途, 事业, 咱们家的生活, 恐怕都要完了, 我木然看着他, 不知道他和我说这样一番话, 是什么意思, 我爸小心翼翼看着我说, 南南, 你愿意替爸爸做件事吗? 我从嗓子眼干涩地挤出一句话, 什么事, 我爸连忙说, 你去找于晴, 让他不要把事情做绝, 你告诉他, 我会想办法把渝阳的处分压下去, 学校不会开除他, 说完又转头, 从抽屉里, 拿出一个厚厚的大信封递给我, 这里面是五万块钱, 你给他, 算是我的一点补偿, 说完他停顿一下, 又加了一句, 如果他有别的要求, 也可以提, 只要不过分, 我都可以帮他做到, 我把头一别, 我不去, 你自己去, 我爸又开始叹气, 他不肯见我, 电话里我也不好多和他说什么, 你要知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怕说多了, 他会录音, 到时候可是都要成为证据的, 你不一样, 你还是个孩子, 他对你没什么防备心的, 而且他一直想拉你, 给他作证, 要是你主动约他, 他肯定会见你的, 他甚至还教我, 见了面, 你多说点好话, 然后哭哭啼啼求求他, 他是个女人, 一定会心软的, 说不定他心一软, 咱家这场危机就过去了, 我心中的愤怒差点爆炸, 他自己做了这么恶心的事, 竟然让女儿去低三下四求人, 我沉默地和他对抗, 他有些急, 不停小声叙叙叨叨和我说着, 不这么做的后果, 大概我们俩在书房待得太久, 我妈又开始在门外喊, 你们父女俩怎么回事, 哪里那么多话要说, 赶紧出来吃水果, 因为抑郁症, 我妈天生比一般人要敏感些, 我特别怕我妈知道些什么, 无奈之下, 我只能拿过那个信封, 用力揣在了怀里, 我爸这才放我出了书房门, 第二天, 我一整天都在坠坠不安中度过, 我不知道该如何和于晴说, 不愿意作证, 已经是让我良心不安的事了, 如今, 我还要充当那个压制她的柜子手, 试图用钱来封住她的口, 这样的做法和混蛋有什么区别, 我心中非常压抑痛苦, 犹豫到最后, 我也没有联系于晴, 当晚回家我爸几次给我眼神询问, 都被我回避了, 她皱着眉, 一脸心神不定的样子, 连我妈都看了出来, 她一脸狐疑地问我爸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爸板着脸说, 我的班主任今天联系她, 说我成绩有所下降, 说完再次让我去她的书房, 我妈松口气说, 咱们南南一直很乖的, 学习也努力, 一次两次成绩不好, 又没什么关系咯, 就你瞎紧张, 书房里我爸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你赶紧联系她, 如果你再不去找她, 和她谈, 咱们家就真的完了, 我被她的语气吓到了, 什么算完了呢? 我爸会坐牢吗? 我妈会发病吗? 我妈发病会跳楼吗? 她上次发病就要跳楼, 后来是被医生及时发现, 才就回一条命, 那我和弟弟怎么办呢? 我们俩会变成无父无母的可怜孤儿吗? 我心中滋生出一股壮烈的父死般的勇气, 我借口买学习用品, 握着手机一口气冲出家门, 找个角落开始给于晴打电话, 于晴接到我电话时显得很意外, 她语气带着几分惊喜地问我, 妹妹, 你愿意帮我了吗? 我唯恐她拒绝和我见面的请求, 也害怕她像我爸说的那样, 把我们俩的对话记录录音, 只能尽量含含糊糊地说, 希望明天和她见个面, 于晴很高兴, 但她说自己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明天约了医生, 没有时间来找我, 希望改天再约, 但我一天也不想等了, 多等一天都让我备受煎熬, 我急切地表示自己可以去她家里等她, 她迟疑了一下, 还是报了一个地址给我, 第二天下午, 我找借口和老师请好假, 直接从学校赶了过去, 我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服于晴,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求她原谅我爸, 求她别惊扰我妈, 我和弟弟需要一个好好存在的家, 我手里握着我爸给的钱, 手心汗津津, 几乎把信封尽透, 于晴姐弟俩住在郊区, 一路上, 我换了三部公交车, 眼看着窗外的景色变得越来越荒凉, 我担心找不到路, 还特意提前从学校找出来一会, 然而等我真正站在于晴家楼下时, 我心中又胆怯了, 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把事情说清楚, 于晴能不能被我说服, 当我一步一步挪到走到于晴家门口, 我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我鼓起全部的勇气开始敲门, 开门的是于晴, 他看到我先是一愣, 接着面色不善地看着我说, 你来干什么, 我结结巴巴说, 我和你姐, 约好了, 我来找他, 于晴双手抱胸, 堵在门口, 完全没有开门让我进去的意思, 我局促地站在门口, 硬着头皮问他, 你姐姐, 他回来了吗? 于晴硬帮帮回我, 没有, 我身子往后一缩, 主动说, 那我在门口等等他吧, 此时的于晴却突然闪身, 给我让开一条路, 你进来等吧, 我心中一阵感激, 连忙对着他道谢, 我把于晴的这个举动 理解为一种相对友善的信号, 心中忍不住偷偷想, 看来于晴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如果我能够先说服他, 那后面再说服于晴, 是不是就会容易一些? 进屋后, 于晴让我坐在沙发上, 他则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 他盯着我开口问, 你来找我姐干嘛? 我小心翼翼抬头看她的脸色, 神色平静, 语气也算平和, 这让我心下的紧张微微松弛, 我小声回了他一句, 想和你姐姐聊聊那天发生的事, 于阳的声调不自觉提高了几分, 哦, 良心发现了, 愿意帮我姐作证了, 我立马闭了嘴, 我牢牢记着我爸的话, 这种话题不能接, 万一他们录音呢? 见我不说话, 于阳表情瞬间变得不悦, 你不说话还怎么聊? 我艰难地吞咽了下口水, 决定换个对自己有利的话题, 你们学校要把你开除, 这是你知道吧? 于阳看着我, 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 开除就开除呗, 关你屁事, 我连忙说, 我爸可以帮你, 让学校不开除你, 等你毕业, 还能给你推荐工作, 于阳的脸色越来越黑, 隐隐带了几分暴力, 我被吓到了, 事实闭了嘴, 于阳好长时间没说话, 他胸口剧烈起伏着, 似乎在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 我害怕地看着他, 生怕他突然把我暴揍一顿, 过了一会, 他情绪平复了很多, 语气也变得温和, 是你爸让你来的吧, 你爸教你说这些话的, 我迟疑了下, 最终还是缓缓点了点头, 他反问我, 你自己呢, 这是你怎么想的? 我被他的反问搞得蒙在当场, 我看着眼前的男孩, 心中鼓起莫名的勇气, 我磕磕巴巴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试图用真诚 换取他的谅解, 我妈有抑郁症, 我不想因为这种事刺激到他, 他之前曾自杀过一次, 我弟弟, 他才八岁, 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知道, 有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 但我们, 我们可以尽量补偿, 说完, 我急切地翻出书包里的大信封, 颤抖着双手递给渔阳, 这是五万块, 你们先拿着, 你们如果还有其他要求, 我爸说, 他都会尽力做到, 说完, 我眼巴巴看着他, 我多么希望, 他能理解我此刻发自内心的真诚, 然而渔阳拿过那个信封, 双眼陡然变得赤红, 他浑身都在颤抖, 嘴角弯起讥讽地笑, 呵呵, 钱, 条件, 你们这种人, 是不是觉得钱能解决一切问题, 说完他直勾勾看着我, 眼神逐渐变得可怕, 我心里一下慌了, 感觉事情开始朝着我预料之外的方向发展, 我心中响起一个声音, 危险, 快跑, 我惊恐地站起身, 向着大门就跑去, 然而, 渔阳身高腿长, 他的一只手突然从我脖子后面绕过来, 死死捂住了我的嘴巴, 另一只手把那五万块钱用力一扬, 全部撒在了我身上, 他的声音冷冰冰, 不带任何温度, 这五万给你, 你也是是我姐经历过的事吧, 我明白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下意识地开始拼命反抗他, 可是, 我只有1米6的个头, 体重只有90斤, 在身高1米85的鱼羊面前, 仿佛是个任人摆布的羊娃娃, 我拿他毫无办法, 他的双手, 磅佛是钢铁做的, 我不能撼动半分, 我咬不到他, 也踢不着他, 我甚至连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很快, 我的身体就被他掀翻在地上, 后背感受到了地面的阴冷潮湿, 鱼羊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倒下来, 压住我, 等于情进门时, 我已经陷入了虚无的状态, 裤子被撕裂, 上衣被扔在远处, 吓傻了的我甚至没有对赤裸的身体遮掩一二, 就那么呆呆坐在地上, 鱼羊捂着嘴, 双眼瞪得滚圆, 我在懵懵懂懂中被他拉起来, 进了浴室, 他打开棚头开始帮我冲洗,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很用力也很仔细, 温热的水让我的大脑也渐渐苏醒, 我看着全身湿透的鱼群, 心中非常明白, 他是在帮鱼羊善后, 他要把鱼羊留在我身上的可能的罪证全部冲刷干净, 我想骂他, 想打他, 想发泄自己此刻的痛苦和无助, 可转念一想, 他此刻的做法和我今天来的目的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俩的目的不是一样的吗,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和骂骂他呢, 我没有任何反抗, 任由于晴给我洗澡, 吹头发, 换衣服, 我安静乖巧地像一个木偶, 没有哭, 没有闹, 也没有反抗, 收拾好我身上的一切, 于晴把我拉到他的房间, 他先是把五万块还给我, 接着低声说, 妹妹, 事到如今, 我们什么都不说了, 钱你拿回去, 告诉你爸, 这件事就结束了, 我们两家以后互不向欠, 你让他放心, 关于这件事, 我们绝不会再多说一句话, 说完, 他用阴切期盼的目光看着我说, 小心翼翼地问, 妹妹, 你觉得呢, 我知道, 他在等我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 或许是错觉, 我感觉下身传来阵阵刺痛, 比之前更加剧烈了, 我十六岁, 感到有些迷茫, 此时我真的不知道是该答应他还是拒绝他, 于晴察觉到了我的犹豫, 他用半是诱导, 半是威胁的口吻说道, 如果你告鱼羊, 我肯定也不会放过你爸, 但我们互相伤害, 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对吧, 到时候我家散了, 你家也会散, 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为你妈和你弟弟考虑一下, 对吧, 我慢慢地理顺了一下头发, 点了点头说, 好, 那天我回到家, 我妈立刻就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 她皱着眉头问我, 你去哪了, 怎么还换了一套衣服, 这衣服是谁的, 我爸抬起头, 扫了我几眼,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用一种类似警告的眼神盯着我, 我深吸了口气, 随便编了个理由糊弄过去, 晚饭后, 我爸又把我拉进了书房, 他急切地问我谈得怎么样, 我面无表情地把信封扔回给他, 他的脸色突然变了, 声音有些颤抖, 没弹成, 我摇摇头, 他们不会告你, 也不要钱, 我爸听了, 顿时松了口气, 顺手把那打钱扔进了柜子, 然后漫不经心地看着我问, 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我看着他, 忍不住学着愚扬的语气反问道, 你觉得呢? 我爸打量了我身上的衣服, 说, 你这是什么话, 我哪里知道你们谈了什么, 语气甚至带着几分好笑的埋怨, 我知道, 我确实没告诉他内情, 但我不相信, 一个明知道女儿去了哪里的父亲, 一个看到女儿莫名其妙换了衣服的父亲, 真的会不会联想到女儿遭遇了什么, 尤其是他, 他还曾对别人做过同样的事情, 我看着他, 语气平静地说, 我被鱼羊强暴了, 果然, 我爸神色并不意外, 只是带着几分不耐烦, 眉头紧促说,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愕然地看着他, 简直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不小心去了危险的地方, 是因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要去帮他善后吗? 再说, 这种事情, 是我一个女孩, 小心就能避免的吗? 我爸见我这样, 又说, 一个女孩子, 不要随意把强暴这种事挂在嘴边, 这种事情, 被别人知道总是不利的, 她的语气, 似乎对我坦白这事感到很不满, 我心中一阵凉意袭来, 这样自私, 虚伪的人, 竟然是我的亲爸, 我看向她的眼神越来越冷, 我爸见我久久不语, 似乎想到了什么, 很快又换了一副口吻, 男男, 爸爸是为了哈哈, 这种事情传出去, 最吃亏的总是女孩子, 只要我们保持沉默, 等你长大一些, 我们去外地医院, 做个修补手术, 没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到那时, 你依然能有好的工作, 好的家庭, 你的未来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她甚至还笑着用欣慰的语气说, 这下好了, 问题总算解决了, 他们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 再不敢轻举妄动, 男男, 你现在就要记住一点, 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这个事情, 你妈的病, 不能受到一点刺激, 其实刚才我心中百感焦急, 想了很多杂乱的事情, 我曾经想过揭穿我爸虚伪的面孔, 大声控诉他的卑鄙和恶心, 但他最后的那番话, 如同一盆冷水, 瞬间浇灭了我所有的愤怒和冲动, 是啊, 我不能让我妈知道, 在家里, 我只能保持沉默, 但我能和谁说呢, 闺蜜, 朋友, 亲人, 谁都不能说, 可我心里却郁闷至极, 几乎快要憋疯了, 我多想忘记那天的一切, 但是我的记忆特别好, 好到不论我如何刻意, 都无法忘却哪怕一点点细节, 我心中的郁闷越来越深, 我开始变得寡言少语, 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我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是否患上了抑郁症, 我妈多次问我是否遇到了什么事情, 看着我妈充满爱怜的目光, 我几乎好几次冲动地想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 然而每次都被我爸打岔糊弄过去, 为了宣泄心中的郁闷, 我开始写日记, 我非常小心, 不敢在任何社交媒体上记录, 如今这个时代, 大数据无处不在, 我非常担心这件事情会被人挖掘出来, 我选择用笔记本来写, 我买了一本最平凡不过的笔记本, 每天晚上写完作业后, 我开始记录日记, 从舆情的事情开始, 一直写到那天我爸和我说的那些话, 我还记录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只要我妈好好的, 弟弟有个完整幸福的家就可以了, 为了缓解愤怒和痛苦, 我反复告诉自己, 这大概就是因果报应, 我爸对于晴做了不好的事, 于阳就对我做了不好的事, 大家扯平了, 谁也不欠谁了, 以后我们家还是幸福圆满的, 我把那本日记本藏得很严实, 谁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它仿佛成了我的一个精神支柱, 每当我感觉自己要精神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拿出来看看, 看看自己写的那些自我鼓励的话, 我就会感觉自己还能撑一段时间, 然而, 我祈求的平静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 我妈突然发病了, 原因无人知晓, 她在家里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甚至想要拉着我爸一起去死, 我和弟弟看得心惊胆战, 我爸无奈地把我妈送进了医院, 我妈对我爸的眼神充满了怨毒, 让我感到心慌, 我总觉得我妈知道了些什么, 我慌里慌张地去找那本日记本, 还好, 它还好好的安放在我藏的角落里, 没有任何变动, 去医院看她时,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我妈, 妈, 你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就告诉我, 我现在大了, 可以帮你分担了, 我妈对着我笑了笑, 还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 嗯, 男男大了, 懂事了, 会关心妈妈了, 我真高兴, 我握着她的手, 心里有些伤感, 妈, 你听医生的话, 按时吃药, 早点回家好不好, 我和弟弟还在家等着你, 我妈抬手捋了捋我耳边的碎发, 笑着对我点了点头, 妈妈会永远护着你和弟弟的, 其实我有点察觉到我妈的怪异, 但我也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我更怕她发现我的怪异, 第二天中午, 我们刚吃完午饭, 准备在教室里午休, 突然, 老师进来叫我, 说有家里人找我, 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心慌, 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我顾不上收拾书包, 慌乱地跑到学校门口, 是小姨, 小姨平日在北京定居, 自从外公外婆去世后, 很少回上海, 我紧张地看着小姨问道, 小姨, 你怎么突然来了, 小姨眼泪没能控制住, 当场抱着我大哭, 南南, 快, 快去见你妈最后一面, 你妈她, 不行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 傻呆呆地看着小姨问, 不行了是什么意思, 抑郁症又不会要命, 怎么会不行了呢, 小姨拉着我往车上跑, 一边跑一边哭, 你妈太傻了, 她跳楼了, 医生现在吊着她一口气, 就等你过去, 等我赶到医院时, 所有人都在, 弟弟拼命哭泣, 小姨父拉着她在门口, 耐心地哄着, 我爸站在病房里, 脸上板着一层厚厚的表情, 看不出任何情绪, 我妈躺在病床上, 双眼紧闭, 一动不动, 我窃窃地站在门口, 不敢上前, 我担心, 如果我上前和我妈说完最后一句话, 她没了牵挂和心事, 就会直接离开, 我觉得, 只要我不和她说话, 她心中还有牵挂, 就会一直吊着那口气, 那样, 她就不会离开, 小姨急了, 用力推了我一把, 南南, 上前呢, 快去喊你妈, 她就等你呢, 可能听到了小姨的声音, 我妈艰难睁开了眼睛, 她对着我挤出一个微笑, 我走上前握住她的双手,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哭着喊着, 妈, 我妈动了动手指, 反握住我的手, 把一个U盘塞进了手, 我的手心, 我低头看着,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妈对我眨了眨眼, 声音轻得我几乎听不见, 南南, 妈妈永远爱你们, 那是我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穿着丧服, 忏悔着, 送别了我妈最后一程, 虽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但我总觉得我妈的死, 与我爸有关, 或许是我的怨恨, 让我如此猜测, 我爸在家里哀声叹气, 试图向我解释, 你妈她自己不想活了, 能怎么办呢, 大概, 抑郁症太痛苦了, 死对她也是一种解脱, 我用沉默对抗她, 我妈死后, 我一直不敢打开那U盘, 我很怕自己窥探到真相, 但那天, 我爸的话深深刺激了我, 我鼓起全部的勇气, 打开了我妈留给我的U盘, U盘里, 有很多我妈留给我和弟弟的文字, 以及视频, 她告诉我, 当年她产后抑郁的真相, 原来是因为她在月子期间, 发现了我爸出轨导致的, 愚情的事, 她也知道了, 最初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后来再一次收拾我房间时, 她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笔记本, 她大受刺激, 再次并发, 她很想和我聊天, 想开导我, 想帮我解决心中的痛苦, 可她自己的情况, 却越来越不可控, 她后来不敢和我说话, 唯恐自己的不良情绪, 不但帮不了我, 反而影响到我, 视频里她告诉我, 家里的存款全部转移到了小姨那里, 我用钱可以随时联系小姨, 关于遗产, 她也早早立了遗嘱, 全部留给我和弟弟, 最后, 她说自己就算帮不了我, 也不希望成为我的累赘, 她鼓励我去勇敢面对这一切, 不要再顾忌到她, 最后还让我原谅她的懦弱, 原谅她自私地用结束生命的方式 来摆脱所有的痛苦, 我哭到不能自己, 原来就算自杀, 我妈也一直惦记着我和弟弟, 也在尽全力安排我和弟弟的未来, 可是她自己那么痛苦, 又有谁帮她分担了一点呢, 又有谁帮她的未来呢, 我联系了小姨, 小姨告诉我, 她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但决定权在我, 如果我选择继续沉默, 她会默默守护我和弟弟, 一直到我们渐渐康康长大, 如果我选择揭露这件事, 她和小姨父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帮助我, 我只要做个决定就好, 我低声问小姨, 小姨, 你觉得我该怎么做呢? 小姨电话里沉声说, 南南, 跟着自己的心来, 你内心深处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小姨只让你知道一点, 别担心任何事, 我和小姨父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 其实, 我有个谁也没说过的秘密, 甚至包括日记本, 我都没留下记录, 于扬对我施暴的那天, 我的手无意中触碰到了手机里的录像功能, 虽然角度并没有完全对准我们俩, 但那场隐隐绰绰地挣扎对抗, 全都记录了下来, 我曾以为这份东西永远不会得见天日, 它让我感觉羞耻, 恐慌和难堪, 我自己都没有勇气去看第二遍, 但最终, 我选择把它交给了小姨父, 小姨父是律师, 她一字一顿告诉我, 南南, 相信小姨父, 一定会帮你讨回一个公道, 我相信小姨父, 也相信法律, 我愿意给自己, 也给于晴一个公道, 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丁,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谢谢大家,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